一间两年前才成立的音响品牌 推出第一款产品 一部超小型、超英俊 功率不算大大、好实正的 纯模仪合併式抗音机 就要卖你港币5万元 这款来自美国设计、韩国生产 品牌叫ANDIUM 型号是M23R的音响精品 一推出已经受到不少发烧有议论纷纷 究竟它这么细体积 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有何等何能收到大家的价位呢? 今集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人 欢迎来到feversun.com 今天和大家试试的产品就是 美国、韩国? 美国设计、韩国生产的ANDIUM M23R 正式介绍之前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feversun.com 的YouTube 频道 你的赞好留言和订阅会帮我们 把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这部机的尺寸真的很低色 而且很精品、很精致 开箱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很低色 好,这个就是主机 全只都是用铝车出来 很有质感,很实际 和机身同出一切 很有手感的金属红海线遥控器 有个机脚 金属机脚,三只 这三只脚不是正常的摆位 很明显就着机身的重量而摆位 这个机脚是厂方与韩国专门从事音响抗震技术的TAKT 公司合作生产 这三只机脚放在桌上其实都很滑 所以厂方附送三块尺寸的箭 可以粘贴一张尺寸的贴 就不会到处滑 后面是IC电源插 为何是220-230V 它不是宇宙电源插 接着旁边有Bilding Post 这是WBT 类型 但很老实,它近于IC电源插 如果电源线比电源很大 有机会阻止喇叭插 是Analog M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Analog In 三组输入都是Single End 单端 两组是RCA 立体声模拟输入 第三组是N-Link 就是BNC 头 是一个全电流输入 暂时都准备接驳自家的器材 韩国製造 跟大家介绍一下Analium 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成立于2021年8月 现在总部设立在美国加州的植谷 产品全部都是韩国生产的 但其实Analium 并不是新品牌 它的前身是音响品牌Bakun 所以说它只成立了两年 只有三款型号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新品牌 厂方名下三款型号呢? 第一款产品是今次我实试的 微型合拼式抗音机 连耳矿 M23R 另外有一部小点便宜的 流动耳矿 HPA23RM 艾域已经和大家实试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画面右上角看这条片 另外最新的产品是更昂贵的旗舰抗音机M54R 我很喜欢它的窝林 用遥控一样可以100%控制的窝林 然后遥控有两个按针 左边的按针就是按一下Mule 长按就开关 而机面只有一粒按针 按住就是开关 遥控右上角的按针就是信源输入选择 V1、V2和Ending 因为它转输入也会关小声 所以你也会听到V来声 好,这就是设定了 我拆开机壳看到 手机机仔细细细 第一样要谈谈M23R 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部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Class AB 的合拼式抗音机 里面也算是用足料 首先看到有只美环牛为器材供电 左右全分开独立行 全机采用最短路径设计 目的是在一个小机箱里做到低失真表现 接着大家要留意这部机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这部机的音量控制 一般的合拼式抗音机 音量控制都会做衰减 又衰减又放大 很容易令到失真多了 动态又少了 但M23R 就用这个 总共达到1024级 吸进式设计的增益控制器 来做音量 所以我们教这部机的音量时是直接控制信号的电压功率放大 由于是这样做放大 所以达到一个极高的动态表现 线路放大是采用他们自家设计的N-Sense 线路放大 全部采用零负回书的线路设计 声音非常高速 同时又做到很低失真 所以本身线路放大和用料 一定要很漂亮才能做得到 至于功率放大 就是用XCON MOSFAC 放大 是用名为JACK2 BIOS 的控制技术来做 实时为输出晶体管 输送高精度和稳定温度的偏置电压 再正确控制功率管放大 这部机的机面是有6.35mm的单端耳矿输出 其实推动喇叭和推动耳机 两者共享相同的电路和输出功率 所以这部耳矿虽然是单端输出 但它的推力亦非常强 用这部机架配的材料 是不需要太大 如果你的信源输出是2V 的话 都可以 但大过2V 的话 就反而可能会太大 看看SPEC Class AB 放大 功率 8V 时是25瓦 4V 时是45瓦 以1kHz来计算 总增益是22.5dB 频率响应是10Hz到100kHz 体积真的很小 230mm x 230mm 高是55mm 重量是4公斤 放在桌上都完全没问题 好了,现在是录音了 录回M 推什么呢? 推CAV, R3, META 喇叭对矿音机有多数要求 所以可以好好试试这部M 夹配的解码就比较漂亮 法国Total Deck的解码 Digital Renderer就是 Ares G2 Rune Core就是Signit Angel的Rens 7 V2 听听它的推力 Folver 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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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